Qualactic function is given as fx等于p 和x-2的square加q 这一个是Vertex form 所以在这一边我们可以直接知道它的那一个 maximum or minimum value 然后还有它的axis or symmetry是通过这一边 它经过05 然后它的tangent是y等于-3 然后它是minimum point ok so在这一边呢 y等于-3呢 其实是它的那个 我就知道它minimum point的话呢 这个是y等于-3 -3在这边 y等于-3是这一条线 然后它的graph呢 就是这样 它的minimum point是-3 所以我可以直接知道我的q 会是等于-3 ok 它minimum point它一定是笑脸 ok so它有minimum point 然后这一个y等于-3 就是我的minimum value 也是我的q 然后我知道我的p呢 会大过0 因为它是笑脸 ok 好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的这一个fx 就会是等于p挂弧x-2的square-3 然后它经过05 就是说我的x等于0的时候 然后我的y会是等于5 so我的5等于p0-2的square-3 -2的square就是4p-3等于5 然后我就可以拿到4p等于8p等于2 so我拿到p等于2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这一个p等于2q等于-3 所以我的fx呢 会是等于2挂弧x-2的square 然后-3 ok 然后就是说我在这一边向前走2 这个是我的axis of symmetry 然后过后呢 05呢 就是说它x等于0的时候y等于5 就是说它会碰到05这一个 它碰到yaxis这一边是05 ok我这个画到不准 我等下再画 所以它现在要你在0跟4之间的这一个 我们正常呢 在做这种graph的这种题目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是需要几样东西 就是说我的x 呃第一个一定要有的是yintercept 也就是x等于0的时候 y会是等于多少 so05这个是已经有了 然后接着我们第二个呢 是它的maximum or minimum point ok 然后在这一边呢 它的这个2都号减3 是它的minimum value minimum point 所以这个也有了 然后第三样东西呢 就是我的那一个xintercepty等于0的时候 就我有2挂乎x-2的square 3分2 然后我的x会是等于那一个2加-square root3分2 ok square root3分2呢 其实如果用计算机来按它 它会变成square root6分2 ok 你看在这一边我有square root 然后3分2 ok 它会变成square root6分2 square root2 它会变成square root2的square 有2 square root2乘square root3 是square root6 ok 好 这个我们会在那个form form chapter3那边有学到 这个是set来的 so我的2加square root3 ok 2加这个square root6 和2 ok the value其实是3.2多 然后减的话呢 那是0.77多 所以在这一边我就有它的root 然后最后第四样东西呢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题目有告诉我 我的那个x是在0跟4之间 它给我domain0跟4之间 so0跟4之间 所以我要找出f of 0 f of 0就5了 刚刚那个已经有了 然后最后我还有f of 4 f of 4的话呢 我用2挂弧4-2的square-3 4-222的square 4288-3 5 ok 我拿到5 所以在这一边呢 我结合刚刚的这几 这一些条件 ok 我能够画出来的那个graph呢 它是这样 然后这边是图 然后这边两个是它的root 然后这个是4的时候它也是5 然后我的minimum point呢是2 然后-3 然后我的这两个root 一个是2加2加square-6和2 然后这个是2-square-6和2 这样ok so这个就是它的graph ok 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标准的话就是我的 那个 y intercept minimum point x intercept 它给你domain domain对应的range 然后c的部分呢 它要你scatch modulus 这个东西 Modulus是什么东西呢 Modulus就是把negative的变成positive 所以下面这一些我只要把它倒转过来就可以了 ok 所以它的那个graph呢 在c的这一个部分呢 它的这个graph呢 它就会变成这样 就是说 它这一边下来 过去 然后再上回来 这一边是 呃 怎样啊 我中间的这一边应该是没有这样高的 还是这一边下来 然后中间上去 然后再上回来 这一边 这个是5 然后这一边是4的时候 它也是5 然后这一边它是2的时候 原本减3变成半 这个会变成2多号3 ok 然后它的minimum 它的那个root呢 是2加square douper2和2-square douper2这样 ok so 2x-2 square-3 然后我们在我的decimov这边 我就有2挂弧x-2 然后接着我还有它的那个square 然后减3 ok so 你可以看到它的brush是这样的 ok 然后在这一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在这一边 2减3 然后 05 2减3 然后我们在4的时候也是5 ok 4的时候也是5 然后这两个点是2减6.2 然后我的这一个graph呢 刚刚在这一边我放入modulus 然后把这一个放进去ok 然后它的graph就会变成 你看它就把那一个 下面的变成上面 它原本是红色的这个 然后变成蓝色的这一个 ok 好 这个就是 呃 我们的这一个graph 你好好 这一边 我们的这边就被译了 好了 这个是怎么看 这个是什么 doct不明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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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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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ns一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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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Klient 好 我们就能让我 真的完美衡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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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然后 消去联人